好人月游戏天天开心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收看人月的游戏频道 没有错这一次出的角色特定角色就是我们的真神啦 那真神作为我们初代的第一代的那个 胶狼技能型 不是胶狼讲错了胶狼技能型英雄 我觉得他强度上还是有的 那很多人会说冷月这个670值不值得买 我觉得以我们的真神来说 那强度上还是非常有的 那我们这边就看一下技能组吧 技能组首先满级的怒气伤害是打280 那初始也有560 基本上强度上是不错的 那缺点在于他是打单体技能 不过有鉴于他拥有比较高的 按不了反回键 有鉴于他拥有比较高的那个力量上限 所以就让他的单体技能打起来是非常的痛的 那再来 静兴 所帅的狼群技能伤害提升6% 极怪野怪获得的经验增加5% 以初期来说 野怪经验增加 狼群技能伤害提升 都是一个非常强悍的技能组 然后再来神明庇护 所帅的队伍每次对目标造成技能伤害后 会治疗自身狼群中的轻伤队伍 冷却时间5回合满等到800 那我觉得他是一只攻守兼备的胶狼 以初期胶狼 胶狼强度 来说算是非常OK的 那因为现在后期又推出了很多强悍的角色 但如果今天你是维克中克玩家 科不起那么多强角的话呢 真神还是一只很适合的推荐角色 因为他的强度也真的没有到很差 配上他极高的输出面板 在打伤害当中 一样有非常可观的一个伤害存在 那当然啦 如果像冷却一样 可能有养尼古拉斯的话 那跟真神基本上就有点重复到了 那冷却就不建议你同时养尼古拉斯 跟真神 因为这两只都是会吃到我们的 传说碎片的 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 会不建议这样子 以初期的中维克来说 冷却建议啦 好培养的月光 搭配一只西游狼 作为主将 再搭配一只子狼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搭配 养起来会比较没有压力 不然就像压力都非常的大 那以这个670来说 我自己觉得CP值算OK的 因为有15片碎片 那也可以解锁 这只新的真神这个角色 那如果你前期是没有刻那个周卡的话 170周卡的话 这个670就可以买 你如果没刻到那个周卡的话 那如果有刻到170的周卡的话呢 这个670冷却建议就不要了 因为这670 以有刻到周卡的人来说 这真的非常非常的贵 就CP值很低啦 但如果你是没刻到那个周卡的话呢 这个670块 解锁一只新狼 真的算非常的划算的 好 那就今天大家稍微看一下这个真神之威的礼包啊 号称1120%的CP值 冷却觉得没这么高啦 但是你如果没有真神想要玩开图件的话呢 我觉得是可以买的 这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呢 就到这边准备结束咯 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点赞订阅加分享 有任何想跟我说的 欢迎下方留言 跟我TalkTalk 我一定会一一回复你的 人员游戏天天开心 就让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咯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 拜拜